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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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 港珠澳大桥 还评司法复核上诉案 今天裁决 上诉庭判决政府上诉成功 挑战政府的东聪居民 朱乙华决定不上诉 上訴庭三個法官一致裁定政府勝訴 並且頒下了39頁的判斥 認為現在環評的要求已經足夠 無須要假設在2016年 沒有起港珠澳大橋的空氣質素情況 法官認為即使空氣質素受到影響 環保署也會進行工作 法庭是不用干預 但是就指作為項目的倡議人 有責任減低工程的污染 多個團體事後都有回應報告 其中環保團體地球之有的 高級環境事務主任蔡家文說 無論裁決結果如何 政府都應該認真檢討 堵塞環評制度的漏洞 而公民黨副主席黎廣德就說 政府即使勝訴 也都應該認真檢討北大嶼山的規劃 如果不做好規劃 港珠澳大橋和機場第三條跑道 可能會因為較早提出的而過關 但用盡了污染配額 而建造業總工會就歡迎裁決 指使法覆核同時影響70多項的工程 希望東廠居民朱二華 考慮30萬建築工人的感受 不要再上訴 總工會又說不反對工程日後進行機事評估 但必須平衡發展經濟的需要 工程界有估計 今次的延遲興建令開支增加了60億元 由於勝訴 政府的環境諮詢委員會可以盡快復會 重新審議因為案件而叫停的環評項目 上海地鐵10號線下午2點多發生列車追撞事故 有至少260人受傷 並且已經疏散車上的所有乘客 意外發生在御元站和魯西門站之間 根據上海地鐵表示 在下午2點10分 即事故發生前的40分鐘 地鐵10號線新天地站出現設備故障 交通大學站去到南京東路站一段的上下行 都需要採用電話閉塞方式 所以列車是需要行速行駛 在2點51分 上述的2個站之間 就發生了今次的意外 受到事件影響 由紅橋路站 去到天同路站9個站的路段 是需要實施臨時的封站措施 預計距離列車服務回復正常的時間 還有一段距離 有乘客指出 列車已經在隧道內停留了接近1小時 在停車之前曾經試過急殺車 也有其他乘客說 事發時曾經聽到一聲的巨響 隨後 車就急殺了車 令到很多乘客 撲傷並且受傷 從網上的圖片可以見到 列車地上都是有血跡的 去到接近4點的時候 救援人員終於疏散了兩輛列車上 總共有500多個乘客 目前上海公交配套應給預案已經啟動 當局也呼籲民眾 避開紅橋路站 去到天同路站9個站的臨時停駛路段 聯合國官員今天說 全球已經有100個國家簽署一項的國際協定 防止出現同兵現象 根據消息指出 全球有幾十萬的孩童加入了軍隊或民兵組織 而過去一個星期 安哥拉、哥斯達尼加和聖馬力諾等國家 在聯合國大會上簽署了巴黎承諾 被譽為是這項宣言的里程碑 巴黎承諾在2007年在法國舉行的會議正式通過 當時有58個國家簽訂 承諾上面列出了規範以阻止同兵招募 保護遭到衝突影響的孩童和協助已經被迫從軍的兒童融入正常的生活 被聯合國列入同兵黑名單的國家有不少是來自中非 包括布隆迪、中非共和國、查德、光廣民主共和國等等 而亞洲也有不少國家榜上有名 例如有緬甸、尼泊爾、菲律賓和斯里蘭卡等等 而中國、俄羅斯兩個大國至今仍然拒絕簽署巴黎承諾 跟著是天氣速遞 華南河岸地區普遍天色 颱風納沙仍然穩定地向西或西北偏西的方向移動 橫過南海北部 本江地區9月28日的天氣預測 預測是初時大致天程 稍後會漸轉多雲 以及有幾陣狂風驟雨 氣溫介乎25至31度 相對濕度70至90度 海面會有湧浪 風勢方面 吹和喚的東至東北風 稍後風勢增強 好了,新聞報道完結了,再見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